如朱在2022年非常好运 完完整整perfect的一个心想事成的生肖 你只要找这三个生肖来帮助你 基本上都可以一本万里 刘侠萨呢 这一颗是看个人的 刘欣宇我懂啦 刘欣宇 Nastrain冠名赞助 韦宣大师2022虎年生肖运程 现在就来到我们Danny的第二集 第二集 要从我手中抽出另外一个任务 还要咩 上次很难 真的 上次真的很难 这个 好 一样你现在打开来看 有互相的预感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你就可以带走一盒烟磨 可是如果失败的话 就要喝苦茶了 喝苦茶 这个我觉得还好 还可以 这一集一定要邀请你来讲了 Danny 许佳玲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生肖跟你有信息相关 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这个生肖放在你的家 或者办公室的正北方向 正北方向 你就会自然开心 啊 这一颗生肖就是属 猪的生肖 我知道了 因为上一集呢 属龙 Danny 就有讲说 我的心情会容易被影响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要猪的出现 没错 因为属猪 在2022年 非常好运 赚钱 心情 工作 身体健康 所有都是完美的 所以今年要劝属猪的朋友 不要吃喝玩乐 拼命工作 拼命工作 因为今年属猪有一个吉星 叫做路神星 就是正财运 做什么 赚什么 属猪今年很容易遭到财 整个运程里面的属猪只有两颗雄星 一颗是卷舌星 另外一颗是流霞煞 这两颗雄星太小了 烧水了 真的啊 卷舌星就代表不要争论 不要争吵 很简单 你只要做到不争吵就结束了 刘霞煞呢 这一颗是看个人的 刘霞煞 刘霞 刘霞 刘霞就代表很容易遗漏 忘记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的钱包忘记带 或者是你放了一些东西 在某个地方 你忘记去拿 会遗失的 但是这个是粗心大意造成的 所以你说是它很严重的凶心 也不算 这个是人为的一种凶心 所以这些都可以透过自己来化解 化解掉的 没错 苏珠在2022年可以说是 非常好 非常好 如果是 三个人在你 第二 第二啊 第二 苏珠的 恭喜你 因为她有太阴天德 福星龙德 这些心都是长辈归人 月老归人 就是你还没有结婚 你想找对象 都有 工作想要找到机会 也是有 所以苏珠今年应该是说 完完整整 完整的一个心想事成的生肖 叫我好奇 Top 1是哪一个 Top 1其实是数码 听到都是要恭喜你们了 恭喜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些 新年祝福词 恭喜恭喜 恭喜 不可能突然间会讲恭喜祝福词的 我要在这里呢 要告诉所有十二生肖的朋友啊 今年你想要去找到好的贵人 你找到数码的来当你 你找到数珠的来当你 还有一个是数蛇 在2022年你觉得有点不对的 你只要找这三个生肖来帮助你 基本上都可以呢一本万粒 一本万粒啊 数蛇 数马 还有数猪 这三个生肖 所以我很想在这里再一次告诉大家 榴莲运程只是一个overall而已 不需要说它去执着和有迷信 我们真正要研究十二生肖呢 其实我们要找到哪一个生肖最好运 我们就借用它的运气来提升我们自己 明白 而我们自己的凶心呢 不需要说它去害怕啊等等 对 我们去找好的 对 祝大家新年快乐 虎虎生威 欸 到台湿了 所以我要在这里 还是要再说一遍啊 真的是要告诉大家 数马 数蛇 数猪 真的是很重要 再一次跟大家讲 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 祝福了三次 肯定有问题 哈哈哈哈 这个好难 好难cue哦 海西 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新年祝贺词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的眼神偷了一点杀气 哈哈哈哈 2022年 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十二成肖 过一个好年 不要迷信 然后呢 要正能量多想一些好的事情 对 疫情过得不容易 那么只有我们自己调整 才能够度过好的年份 要勇往直前 对 积极向上 这个才是我们 弘扬真正的看医学的 在这里要谢谢我们这位明亮王 Venny 许嘉莉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游竹 又来 挑战 失败 挑战苦潮 新年快乐 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祝福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哈哈哈哈 苦庆干来 所以刚才 台西知道了 他就是收着 不讲不讲 我闻一下 哇 真的很苦 就好像我去那个 药材店闻到的味道 这样子 对啊 两包半而已啦 平时是一包的 哇 这个苦还可以接受 比那个苦瓜苦一点 但是你的表现 好像很难接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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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耶 耶 掌声掌声 这个还好 这个我觉得 可以对喉咙有帮助 我要燕窝可以吗 可以 哈哈 谢谢 能不能完成 谢谢 满满的燕窝 满满的心意 Nest Trend推出虎年心动礼盒 限量热卖中